往往越有发挥 十几年在拼堂上 他一度的起到了很多绘画的成绩 而这个在意他的打法和他的 得两分 有村民他的打法是非常凶狠 尤其他的发挥抢用和他正手那板爆冲 但他也有缺陷 你看他正好一车身 确实给背方造成很大的一个压力 但他也缺陷 他的反手是比较弱的 所以怎么能够歇着 有村民刚才是推挡侧身 直接抢冲 中间他只有推 左来左挡又来右挡 这样的话你就容易了 有村民就要摆脱 摆脱怎么摆脱 就是强行侧身 像这个强行侧身以后 正手的空档就露出来了 这个球思路是很清楚的 韩国排在第二 德国排在第三 所以中国队呢 在半决赛里边打德国 决赛打韩国 可以看到 我们想呢 奥运会恐怕这也是最强的两个队 漂亮 今天这个助威团对中国队来讲也是很好的 他们穿的服装都跟中国队的队员一样 因为他经验在那 漂亮 这种现在的这种技术的发展 尤其包括从有机浇水 好 我们把把自己去看完 弹高抛 哎呦 拉的质量非常高 大家可以注意 这个球啊 他翻完球以后 他是准备的 漂亮 这是一个他们平行练好的一个战术 习惯的一个东西 你看 马上就测身了 所以在第二板的时候 已经看出了他要测身 已经是好球 这个球呢 应该说是非常偶然的 但是毕竟呢 是打到了 这样柳成平就以13比11 先胜了第一局 稍后我们为大家介绍第二局比赛的情况 战胜了日本队 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德国队而进入决赛 在这种决赛当中 我们看到这种老运动员啊 他平时他没有这样的状态的 但当他在决赛当中 他玩了命了 就崩足了 最大的这种能量 去跟你拼的时候 还是蛮 只有在决赛的时候 他能够发挥了 嗯 没有太大威胁 好的 好的 对了 亮大旋转强 柳成平的优势啊 就是经验丰富 正手的一板非常凶 漂亮 准备的非常充分啊 这样的他就会爆发 好的一个战术 不要那么着急 因为在第一集的上来的时候 有点心里面还是有压力 怕他冲 三板的时候 马上老控制 自己老丢球啊 这一局他就比较稳了 有些球该过渡 可以过渡一下 好的 这个比较复杂 尽量简单化 只要球一形成相持就有力 非常好的时候 稍微比较差一点 可能就不行了 因为他靠的是特长打球 好球 一下 被他弄得弄虚的 或者弄得压力很大 自己去控制自己去造 那也并不是说个个都能做这样 有人提出来 就是擦网直接就算数了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好的 只要形成这样的一个 一拉起来形成相持就有了 奥运会的时候的赛制 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赛制 也是国际平联 那么韩国队战胜日本队呢 是三个老将出场的 是三比一曲的胜利 双打输了 但是柳昌明 刚才第二局当中 马龙比较成功的是 一个揭发就揭得也不错 第二上一局赢得胜利的主要的因素 inhalation threshold 익 力远远比他高 对的 他能够很正确的判断和分析 能够比较客观的 比较 漂亮 不符合这种时代的发展 因为你毕竟你这个打法只是反手的话 然后紧接着向王浩就没有推打 直接直满横打 这个可以说是解救了纸板运动员的命运 本来纸板觉得 比如在世界上的前边的几个排名中 现在纸板运动员可以说是有半壁江山 你看第一个是马龙 目前排名的第二个是王浩 王浩就是纸板 然后第三个张尼科横板 波尔第四是横板 然后紧接着马林又是纸板 所以出现的揭发就是这不好的情况 是 这个球是比较遗憾 我打这个平朝联赛人缘很好 谁让签名谁让照相都不厌其烦 这样马龙在第三局的比赛里 就以11比5取得了胜利 那么现在3比0就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们祝贺他 稍后我们来看看下一场的比赛情况 现在2比1 那么镇家还有个平方球刊物 他的总编王庆生先生 每年在这方面 在国际比赛中 我也带着这个刊物到了这个赛场 人家问这个刊物是哪来的 我说这是我们一个城市 就一个平方球杂志 人家看了以后非常的感觉到 就是我们群众的基础开展的好 有很多的这种刊物 我记得还是像这个胡伦贝尔 还写了一本书 关门讲草原上平方球怎么开展 我觉得基础非常扎实 相信到现场看了一下 这个灯光球场里面摆了十几个案子 确实是人度非常满 一个接一个接牌 这个场面确实是非常的难得 防的这种使用都非常的合理 这个移动确实显得慢了 这个正受进攻的力量 那一定的 一般在奥运会之前 这是股价 7比 要去乱去 你必定要给人家吃几口饭的 你不能说一击球 你一个球都不给别人打招 有不合适 那时候自己仍然不乱 这其实黄领敦你讲的就是要一种概率意识 是吧 对 他这个球到底他的概率有多高 如果不高的话 不要再 今天这场比赛呢 在体育馆里边 中国观众数量明显增加 好像是96年奥运会的冠军 都是奥运的冠军 当主教练 一般在国际上就两种 在领先的情况下 刘国兰请求暂停 应该是中国的请求暂停吧 这是刘南葵 如果他们说了 如果我们体制不支持 他玩不起来 只不过是他重视 体育的扶持资金 这个其实也都是在建设这种机制 这就没招了 这个就是柳成平已经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拿出来了 但是仍然打不死 这个就没有马龙 他这个全面 攻防平衡 反拉 现在出于防守反拉 最后 但是经过调整以后 我觉得整个马龙的状态 都发挥出来了 所以尤其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受益是什么 马龙在这个决赛当中 一直在第一场 面对柳成为比较凶猛的这么一个运动员来讲 他能够很自如的把握产善的这种节奏 那么把自己的技术水平发挥出来 这个是他今天最成功的一面 所以也是值得回来更好地去总结的 好 观众朋友 我们等一会儿为大家来介绍第二场比赛的情况 稍后见 反手反拉成功 那加马龙是11比4 取得了第四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3比1战胜了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冠军韩国主力选手 柳成敏为中国队拿到了宝贵的一分 黄令队点凭一下 我觉得这场球 首先我们要感谢柳成敏 为一个老运动员 他给大家奉献了一场很好的一个技术 所以我们要感谢柳成敏